下来有美国职业篮球NBA总决赛首战的战报 荆州勇士队主场迎战克里夫兰骑士队 尽管骑士的防守战术一度奏效 库里和汤普森只能摘下20分 但勇士队的替补军团大发神威狂砍45分 协助勇士以104比89拿下骑士 在总冠军赛拿下开门红 詹姆斯再度领军骑士队在总冠军赛场上 克场挑战勇士队 比赛第一节库里突破防守三分命中 勇士14比9领先骑士 詹姆斯也不遑多让 穿越多名防守转身上篮命中 来到第二节格林从队友的手中击过传球后 不缓不及三分入仗 打完上半场做客的骑士 还是以43比52落后 进入下半场骑士的防守 抑制勇士进攻 但伯古特动作迅速 对手来不及归位 他以上篮得手 战情越来越激烈 洛夫犯规一次后连摘5分 协助骑士取得64比63的首度领先 接着库里突破高难度打板拿下了2分 勇士反超以71比68再度领先 第三节结束 勇士以74比68占优势 来到最后一节 勇士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 利文斯顿和巴伯萨联手送出6分 勇士84比73领先 落后将近20分的骑士逮到机会 但是措施良机 勇士快速反击 伊格达拉不负众望 勇士96比76领先20分 骑士苦追比分 但却事与愿违 勇士最后以104比89击退骑士 在总冠军赛首战先拔头筹 MTV7综合报道